根源電政部統計 二零二零年 臺灣是首度進入人口負成長 除了疫情影響 讓國外移入臺灣的人數下滑 也導致社會增加呈現負數之外 在自然增加的部分 出生人口也低於死亡人口 臺灣的少子化嚴重 立法院法治局就建議 由行政院來成立跨部會的 少子化政策小組 並制定專法 假日的午後 不少家長帶著孩子 在遊樂場玩耍 不過臺灣 其實越來越少家庭 願意生小孩 根據內政部統計 二零二零年 我國總出生人數為十六萬五千多人 死亡人數為十七萬三千多人 社會增加部分 因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外國移入人口大幅減少 使得我國去年 總人口較前年減少了四萬多人 人口首度出現負成長 應該也要十來萬吧 就是現在人賺的也不是很多 然後養小要比較多錢 少子化問題如果持續惡化 將影響國家總體競爭力 成為國安問題 立法院法治局近期就提出報告 建議由行政院主導成立 跨部會少子化政策小組 並制定專法規範各機關的權責 不過有立委認為與其成立新的單位 不如讓國發會成為主責單位 由政務委員加強協調 才能讓各部會更有系統的運作 學者則舉例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曾提出將子女教育補助至十五歲的政策 才能讓人民有感呼籲政府應投入更多資源 才能解決少子化問題 謝貝神謝奇文台北報導